初步试验结果显示防护力可以达到79% 但没想到这个数据居然遭到美国卫生机构打脸了 质疑他们是用过时的数据误导大众 而对此呢 阿斯特杰利康药厂也坦言 数据是2月17号前的分析报告 48个小时之内将会发布新的分析结果 前一天AZ疫苗才开心公布在美国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 病毒防护力达到79% 对重症和住院症状的保护力更高达百分之百 但没想到这完美数据可能包含过时的资料 AZ疫苗初步数据竟遭到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质疑 对此阿斯特杰利康药厂坦言 79%的防护力是截至2月17号前的分析报告 他们将在48小时内发布新的分析结果 其实包含美国防疫大将佛奇 以及不少医学专家都对AZ疫苗有信心 因此都不解为何会公布错误数据 加上过去这段时间的血栓疑云 这让AZ疫苗是否能在美国取得紧急使用授权 增添变数 而历经春假狂坏的美国 不少州的新增确诊数又出现上升的趋势 下日佛州的曼阿密海滩市就颁布紧急宵禁 派出警察驱散开帕民众 因为新冠疫情依旧还没完全控制 其中西维吉尼亚 田纳西和亚利桑那州 开放让16岁以下的民众施打疫苗 这些地区虽然死亡和住院患者数下降 但感染变种病毒的案例急剧升高 同样情况也在加州发生 当地有多达52%的新增病例与变种病毒有关 甚至还扩散到邻近的内华达州 这让美国的防疫工作更加不敢松懈 记者组合报道